台湾综艺大哥张飞二儿子张绍淮 26日与女友温馨仪 凤子成婚席开120桌 广耀全美艺人 就连昔日的绯闻女友们也不例外 而绯闻女友们更饶有默契地做成一桌 让即将升格一额字的张飞感慨形象幻灭 其实我张飞大家晓得 凡是您所看到的 说什么张飞的女朋友啊什么 其实没有 真的没有啊 就算他们绯闻的所有女主角 真的坐在一桌 其实他们都不是我的女朋友 都是绯闻的女朋友 也就是以前为了应付媒体啊 然后就变成叫做纸上恋人啊 大家不要多想 我其实还是很正派的人 一生新人抢眼球伴娘伴郎团 也是星光严急 婚宴上邀来刘以豪 陈以涵 谢心盈等六对伴郎伴娘 在张飞讲话时才一脸尴尬进场 我现在还是在一个恍神的状态 因为我还是一直觉得我今天是被骗来的 我一直以为张少海在跟我开玩笑 然后所以我大迟到了两个小时 所以他刚来的时候我一惊醒就说 快快换衣服小拙在这边吗 然后我就直接脱下想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然后就莫莫其妙地就站上来一直到现在 嘉宾团更加不远多说 包括综艺天后小燕姐胡瓜国书瑶等 都特地到场沾喜气 现场设下星光大道长夜风光 其实我今天是飞哥邀请来的 老实说我真的是不认识新人 对 然后其实因为就之前上飞哥的节目 飞哥都特别照顾我 然后我觉得今天飞哥娶媳妇 然后就应该要一起来共襄盛举一下 然后就是想要来沾沾喜气 非常恭喜张飞啊 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这位非常开心的这个老爸 对今天真的是很开心 我想这是今天这个看到很多的老朋友 最主要少海常来上我的节目 没想到这么快 这是恭喜张飞啊 如此华丽这是堪称今年的世纪婚礼 愿意跟新人相邪相伴 幸福到老